因为是我为你好 所以那就叫包容吗 其实我觉得这个不是 但是我觉得 你知道他为什么选择你吗 应该是喜欢吧 我个人感觉 他喜欢你 就是你能让他这么数落 你能接受他对你的改造 所以他在跟你好的过程当中 他感受到了自己的正确性 自己的权威 自己的控制的 这样的一种满足感 以及自己尊严的 被满足的这样的一种内心需求 那如果我们说 要在一个女孩子身上 或者在亲密的情感关系当中 去获得这些的话 小伙子 你的尊严和你的这种价值感 得多虚啊 多虚弱的人才需要 用对来证明自己是对的 其实为什么说男人让女人 这件事情 男人真正的包容女人 这件事情 是一个见有力量的事情 那个是一种豁达 我不跟你计较 什么这种生活上的这些细节的事情 哪有标准答案 谁说12块5就是错的 20块就是对的 没有标准答案 那都是一种生活态度 和一种生活方式 而两个人在一起 之所以能够快乐 就是因为我能够接受 或者我能够允许你的方式 虽然和我不一样 它也能够存在 这就是一种 这是一种豁达 所以你说的这种包容 我觉得是对自己的一种包容 是建立在自我满足之上的 而这个女孩子 你之所以被她喜欢 就是因为你有可塑空间 没有自我 没有坚持 就是这样的一种退让 表达的方式 还是显着好像挺 按她说的话挺矫情的 挺自私的 自私这个词 我觉得在你们的 这个感情过程当中 被歪去了 好 谢谢 郑老师 我全程听起来 我觉得 这个男孩就挺作的 就很多人都觉得说 女孩子作 但是我觉得 男孩子作起来 比女孩子还要可怕 就什么事情 就没做过对的 什么事情到你这儿 都是问题 那你有想过说 两个人如果总这么争吵 人家说夫妻 还有谈恋爱的人在一起 一定是快乐才能长久 长期的不快乐 短暂的时间 两个人可能因为爱 因为不舍 会将就 但时间长久 两个人不快乐 最终的结果 只有一个结果 这个结果我不说了 但是你心里一定会明白 所谓包容 什么叫包容 我觉得男人的胸怀和胸襟 才是对这个女人 最大的爱 你说你爱她 你爱她的态度是什么 你得拿出一个真正 爱她 要跟她长久 长远的态度 相反你只想去索取 你用你的自私 我站在我的角度 我怎么去想 但是你不去想对方的想法 我觉得你们两个问题 百分之七十在你 这个女孩呢 我觉得 我个人还是觉得 她做的已经 对你的包容 能够坚持一年半 也是不容易的 如果你现状 还是用这种方式 把对方去逼走 或者她的身边 再有另外一个男人 出现的时候 省略好 嗯 嗯 好 好 谢谢郑老师 这个小心翼翼的 连分手这个词 都不敢提 你看 善良还是善良 希望她们能好 她们还是有爱 好 来 图老师 看住 不开玩笑啊 认真的说 客观的说 你摸着自己的胸口 你觉得你自己 是不是有的时候 会有一点小心眼 就你自己 有没有这样反省过 有反省过 有 你有没有有的时候 会有一种由衷的感受 觉得自己是个女人 不是个男人 没有 我有 我有的时候 真有这种感觉 我有的时候 跟我的妻子 在聊某一个事件的时候 我发现她比我大气 突然之间感觉 好像我倒不像个男人 我在这个问题上 太死磕了 而对方的大气 让我感受到 她像个男人 那我告诉你 你为什么喜欢她 你之所以喜欢她 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 你有的时候 你的潜意识当中 感受到 其实她比你大气 她像个男人 你像个女人 所以很多问题 才会过去 才不至于 这个问题始终在这 两人永远迈不过去 但是你一个最重要的问题 是什么 你违反了一个 能量守恒定律 你是又想让马儿跑 又想马儿不吃草 对 你又要让对方爱自己 你又不愿意付出 而女生最大的问题 就是在于 你始终以一种玩笑的对话 来看待对方的这种自私